各位親愛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奇異故舞宣傳 我是顧德和鼓舞張大軒 好 今天的加權小漲了三點 最後一盤 136億 讓這個量補到了940億 特別難看 今天的量940億 稍微比昨天來的大 好 那重點來了 下禮拜才只結算嘛 對不對 我認為它會 在下禮拜的結算之前 會維持一個高檔震盪 可是你要開始留意它會不會回檔 所謂的回檔很簡單 這個缺口要不要回來補 或者是深一點這個缺口要不要回來補 因為畢竟這個季線往下嘛 漲得這麼高了嘛 對不對 7203到昨天的高點 8652 畢竟也漲了1400點 它需不需要進行一個震盪整理 你當然你要上OK 可是第一個你要克服的是季線往下 所以你這個要補量 你下禮拜沒有第二條路就是要補量 那當然今天的重點會在於哪裡 特朗普你看喔 這個叫台積電嘛 它有利空嘛 因為張宗謀下修他們的一個成長 在第四季是零 沒有成長 所以對於昨天的法說會台積電是利空 好那你再來看喔 這個叫大利光是利多喔 特朗普昨天大利光它講什麼 第十...這個十月份會比九月份好 十一月份會跟十月份持平 十二月份不知道嘛 那至少我們看到十月份 也就是下個月它的營收或是獲利會好 可是它是開高走低 所以昨天把所謂兩檔重量進行全成股 台積電利空嘛 利空它有沒有反應 是有的喔 然後呢 大利光是利多嘛 可是利多卻開高走低形成利多不漲 好那重點來了 電子類股 跌了0.18大點 加權後來拉尾盤嘛 跌了0... 漲了0.03嘛 靠的是什麼 這個嘛 靠的是這個嘛 那我們之前跟大家講說 大盤可以維持往上的原因是什麼 靠這個跟這個嘛 可是在最重要的關頭 這個休息了 這個也在休息了 反而是用金融來電檔 我不是說不行 但是請你要把量補出來 當然如果說用今天的941是OK啦 可是你必須要量滾量 怎麼來喔 為什麼我認為會比較偏 下個禮拜的上半週偏高檔震盪 因為你在緊要的關頭 這個熄火了嘛 這兩個熄火 你用這個電檔嘛 結構的內容不一樣 你可以力撐這個大盤是沒錯 可是你要留意撐完之後 如果說這兩個沒有表態的話 你要留意他有可能回檔 那當然更重要的關鍵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 留意摩根的變化嘛 頭部你看喔 台子在最後變成正價差3點 這個是摩根席貨 318.5 現貨318.4 0.04 幾乎是平價差 也就是說摩根對於台子而言 並沒有太多的優勢 兩個價差接近 所以你說要看多好 我打一個問號 那會不會很壞 那也先暫時打問號 可是你要面臨的是什麼 很多的問題嘛 對不對 包含了什麼 頭部有來喔 指標有沒有可能開始 你來看喔 來 這是前天 K值88.21 昨天87.88 創新高可是指標跟不上 今天更進一步87.20 連續三天是下彎的喔 它有指標背離的嫌疑 然後呢 量價有沒有背離 如果說就跟昨天來比較啦 它是沒有 可是對於這個呢 1000億而言 它是創新高量價背離 這個也是要克服喔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你回想過去啦 我們不要講太久遠 上個禮拜四要休假之前 這一根 開高走低 大家很害怕嘛 可是我說我看到這個現象 摩根正價差 1.12大跌 台子逆價差4點 然後你看當天的摩根的期貨是收漲 上個禮拜四 10月8號 台子期跌了50點 可是摩根的期貨收漲 而且摩根正價差1.12大跌 摩根 跟台子來比 他遠強於他 所以為什麼禮拜一 10月12號會大漲 因為摩根已經領先了嘛 領先台子嘛 正價差1.12大跌嘛 所以才會有 我們的8550的買權嘛 對不對 這周選擇權大漲1.6倍嘛 對不對 所以今天在這一段下殺的過程當中 我們其實也有做啦 做這個賣權的部分 來 這個是8600的put嘛 10月份8600的put 我們做這一段啦 大致上從45到56 大概賺了大概20幾% 我們就獲利出場 小賺 因為我不要跟他留戀 因為他有可能形成高檔震盪 那你也要尊重一下 外資2萬多口的多單 可能在下個禮拜三直線 他可能先撐在高檔 可是撐完之後的方向 你就要特別留意了 所以你看 這個買權 我們在他漲1.6倍 我說60賣一半 後面市價出一半 不跟他留戀 為什麼 因為10月12號我已經看到了嘛 摩台跟台子 他的價差收斂 1個-12點 1個-20點 雖然摩台還比台子一樣 可是沒有明顯的優勢 然後你在10月13號兩個又接近 一個-14一個-16 接近 所以我說 大漲過後 我發現這個現象嘛 所以你看 禮拜二禮拜三是不是整理 當然 禮拜四大漲的原因是因為 美國的費城半導體大漲 讓這個行情往上 可是大漲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發現不一樣 其實沒有 他還是維持 這個東西嘛 他只有摩根略強一台子 可是沒有強到一個 非常明顯的優勢 所以我的看法是整理嘛 對不對 我的看法是整理嘛 然後我說成交量要有920億 好 昨天綿綿搶搶OK 今天有940億 好 算你過關 因為你至少你願意維持在一個 均量限制上 那表示這個行情 他沒有那麼快要回來 所以如果說你要我 為大盤下一個定論的話 我認為在下禮拜三之前 他會維持在高檔震盪 2萬多口嘛 那個太大了 他如果說讓他下來 其實對於他而言是傷了他自己 可是你要去留意喔 可能在結算前後 結算前後 如果這個量補不出來 或者是說我們並沒有看到 摩根有優勢的話 其實從禮拜二到今天為主 那個摩根跟台子 他的價差是接近的 所以為什麼 我說他是一個盤整盤就是這樣子嘛 盤整盤嘛 即便昨天創新高 我們還是沒有改變我們的看法 對於大盤的看法 所以你這邊要更靈活的操作 因為有可能他在拖時間 那拖時間有拖時間的做法 你聽懂的意思嗎 如果這個波段你一路跟他 時空啦 頭部你看 9月25號 遠越的摩根強於近越摩根嘛 那這個當然要大漲嘛 遠越摩根代表10月份嘛 如果說你連這個都看不出來 9月25號 在這邊嘛 漲了500點嘛 500多點嘛 可是 投資朋友你看喔 我們這樣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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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到10月8號開高走低 是不是又看到這個 我們有因為開高走低就 看壞大盤嘛 沒有嘛 我還是跟你講說摩根強於台子很多嘛 這個行情還是要漲嘛 10月12號 你看到行情往上 可是10月12號之後 這4天 我們是持平的看法 陷入整理 他整理未必要下 可是我說 面臨了兩個隱憂 更正三個隱憂 第一個隱憂叫做 量能 有可能量價背禮 你這個一定要補到千億啦 你今天只是後面最後一盤補出來 勉強撐住這個啦 沒有OK 好 那指標 連續三天往下 只是他還沒有死亡交叉做確認 雙重背離 量價背離 指標背離 那還有一個就是這個東西嘛 結構的問題嘛 因為往往都是金融漲最後一半嘛 你之前強勢的電子股 跟之前強勢的塑化股 都在今天熄火 所以這個是下禮拜你要去特別留意的 好 那 那如果說 那如果說就短線啦 高檔震盪 結算過後有可能變成回檔或者是大區間的這邊相形震盪 那操作 就可能 我都已經提醒了 要怎麼做 歡迎跟上我們腳步 那當然 個股的部分會有強弱的不同 在 區間相形震盪的時候 你更要選擇有機會的個股 那有機會的個股會在哪裡 進入廣告之後我們再回來分享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 獲利 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旗鼓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就是 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平常工作時 總是充斥著各種聲音 所以休假時 我喜歡突厥一切嘈雜 讓自己沉澱 享受著片刻的寧靜 Choose your online 鵝排氣密窗 豪宅建築大師林永發 大氣揮灑 1600坪綠色城堡 第一宅 500坪藝術林圓中庭 新北影視客區 雙拼大四黃 家冒機構年度巨線 第一宅 壯壹落成 02-2609-8888 歡迎回到現場 好 家全指數的部分 我認為它會形成一個區間相形的來回 因為 第一個量不太夠 那指標也到高檔 量不出 人有可能回測缺口或季線 缺口 或者是這個季線 當然 昨天這個缺口要補的機率 不低 這個會不會補 我們到時候再來看 那 我不會因為昨天大漲就跟你講說 這個行情要浮搖之上 不會 我認為是這樣子 這是我 對於大盤的定調 那當然下個禮拜三之前 它有可能撐住 我們到時候再一步一步看 可是你放心好了 不會大跌 它會維持一個穩定整理 或者說區間相形震盪整理 那 投資朋友 這邊的選股邏輯就很重要 因為它不是全面轉空 你也不用擔心害怕 該整理指數要整理 就是要整理 但是你有沒有去留意 如果今天 你的股票還可以創新高 那真的要值得恭喜 那我必須很自豪的說 我們今天有非常多的股票 都創新高 包含了 這個 這個叫上陣2S 今天的高點在哪裡 32.67 32.67 投票如果說你對於 我們的選股方向有印象的話 我這一張都沒有變 8月31號就跟你講了 看美國看中國看政策 看中國的部分很簡單嘛 既然現在全球股市都在反彈 可是有一個市場叫做上陣 來 小朋友你看喔 這是上海綜合指數 它的季線還沒來 可是台股的季線早就已經越過了嘛 所以 這一波它更具有往上的落後補漲 所以你的腦筋要動得很快 我說了 現在台股有非常多的金融商品可以運用 包含了期貨選擇權 包含了ETF 那當然連結到陸股的ETF就是這一檔嘛 上陣2S嘛 它是不是隨著 上陣 創新高 你看喔 其實它的尾盤 昨天的尾盤就創新高了嘛 對不對 那 今天是不是就創新高 然後你看喔 上陣 你看它又拉尾盤 這邊 這個還沒有反應喔 它是反應它今天盤中下殺 它沒有反應這一段喔 那是不是下禮拜又是機會 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對於行情的看法沒錯 就是台股要先入高檔整理 甚至要回檔 那你是不是聰明一點要把資金要挪到哪裡 我相信我不需要再強調了 這邊9月中下旬我就一定跟大家講 我們買在283 即便它有打回我們的成本 可是 我說你把停損點設好 你看這個波段 是不是讓大家看到的成果 283到今天的高點 32.67 這個 獲利1.1滴慢慢累積 而且 這個量都夠喔 你要買500張1000張都OK喔 你只要 搞得懂 或者是你看得清楚 國際股市的方向 那當然它是連結上陣2S 全球股市 還沒到季線的很少 就只剩下 上海綜合指數 那你說 我們現在去 買上陣2S 你覺得有沒有道理 絕對有道理 你也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看 看中國嘛 那我們是不是同時在9月17號 也跟大家講說 既然 10月1號長假來臨 他的內需 會 開始起來 所以有11長假受惠 當時我蓋牌 2929的套地 我相信如果你有 仔細去找的話 你應該找得出來 因為當時我跟大家講說 他是做童裝 然後又會受惠 單獨二胎 這邊是113 9月17號 113 後面你看到了 121 再創新高 F淘地 我說他是中概內需的收惠股 這個價差 已經出來了 10月7號 漲了6.9% 然後呢 到132.5 這是到昨天 138 113 9月17號 113 138 然後你來看今天的套地 141啦 再創波段性高 所以你看我們是不是有照我們的選股方向 上面 上陣2S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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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淘地的布局 因為那是中國內需 這個是在 在連結中國的一個部分 那我說看政策 我一直把生計擺第一位 投資朋友你看喔 這個叫號鼎了 394.5啦 他創波段新高啦 投資朋友不是今天創新高 我才來跟你講 如果說你有長期鎖定我們節目 我不論號鼎漲獲點 我幾乎每天來跟你講 投資朋友來 這個叫生一指數 他10月14號就創新高了 投資朋友你看喔 我再把生一指數打出來 他是每天不斷不斷的在創新高 來 生一嘛 他是不是連續每天都創新高 是不是比大盤還要強 所以這個 生計是主流已經不用在懷疑了嘛 你聽懂的意思嗎 這是政策扶植的方向 你不用再懷疑了 所以你看嘛 我們是不是在第一時間 9月7號 我說秦賊先秦王 是誰把上櫃的生一指數帶上來 9月7號就是號鼎嘛 當時候他在280 通常你去看喔 9月7號在哪裡 9月7號的大盤還不到8000耶 這邊耶 他先創新高 那是誰 號鼎吧 第一階段他漲了105塊 我知道你來不及跟上 我說第二階段整理的時候 你要隨時跟上我們腳步 9月24號來的機會 因為他回撤 大量區法人的平均成本 這個長紅棒的下源 我認為要跌破機會不高啦 因為那是他的成本嘛 所以是機會嘛 你聰明的話 應該是要在他回撤的時候 買進在360 口訊為證 360買兩成 特別會員 因為這個價位比較高 我們特別會員買 所以我說 你錯過了第一階段 280到300的買點 我會再帶你買第二次 360 買完之後往上 好 他創了波段新高之後 陷入整理嘛 可是我們是不是每天 不離不棄的跟大家講 即使在整理 都一直跟大家講 你看喔 回撤一次我們買360 再回撤有沒有再破 沒有嘛 因為我說的 這邊是法人的平均成本 你要有這個概念 你要知道什麼地方是買點 而不是創新高去追 然後我昨天也跟你講說 你要特別留意喔 已經連四紅了喔 隨時有可能展開 第二段的主身段 如果你沒有跟我們 事先去佈局 你怎麼能夠享受到 今天浩鼎大漲的成果啦 我不像其他分析師喔 跌都不講喔 漲上來又有了 我相信你鎖定我們節目超過一個月 我們生技股講了非常非常久 一支一支一支都往上 包含了 第一階段我們有做聯合嘛 高價股我們就鎖定新藥的 耗鼎嘛 那不是這樣 耗鼎在整理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沒有閒置喔 我們是不是有跟大家講大漿 八月營收歷史新高 關鍵的時候 八十點五的時候 回測 我說月季線黃金線 叫它往上 頭肩底成形 然後你看 它是不是不斷不斷的往上 創新高 你看喔 一檔一檔生技股都已經飆出去了 可是 投資朋友 如果說你沒有生技股的主流的話 你的 績效是會落後喔 你看十月十五號漲停 兩個禮拜三十趴 你還要我講什麼 耗鼎創新高大漿三十趴 然後更重要的是 我說 昨天有兩檔生技股 一檔社會長照法 十三五 大陸的十三五計畫社會 生技的控股公司 怕你出去了 你看在這裡嘛 出去了 然後還有一檔 我說我把它稱為康莊大盜 這個是訊號 爆大量之後連續兩天量說 竟然缺口都不補 它是強勢整理 九月營收新高 而且大陸佈局完整 康莊大盜 今天 漢地拔充 也出去了 通通你看喔 我們昨天只是 講了兩檔生技股的股票 要你來佈局喔 生技控股公司 你看今天就出去了 另外一檔 康莊大盜 有沒有缺口沒補嘛 就出去了 是不是出去 現在 你知道生技股是主流還來得起 因為還有很多股票 緊接著要往上 你不要害怕這邊的一個行情 你只要抓對主流 我認為後面 它是非常有機會的 在生技股這個部分 好不好 那如果說你認同我們的話 來 利用這個超級1加1 周六周日 我們都有現上的服務人員 趕緊跟我們 抓取下一個階段 生技主流的一個標股 那最後一位大家 下周超級順利 我們下周再會 本投資公司 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因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投資 請用預分析 吹起聽 請用起聽五分析 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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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期貨股票雙震照 啟股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2578-3000 投資獲利雙指標 購得投顧 您信賴的好夥伴 我們的專業 幫您掌握市場脈動 我們的自信 幫您創造傲人績效 購得投顧 用心照顧您的財富 騎購股票雙震照 騎股雙贏一把照 購得投顧 就是good 02-2578-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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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MWARE 搖水搖青妻 再回來心愛無緣的人 胡适愣 風吹風吹 雷 空祝望 六后聲 哇 這麼理解好聽的歌 中文字幕志愿者